第144集 马晓桃并没有去追击北镇飞的戴跃横 背后双翼展开 傲然看向不远处的陈子风 哼 认输吧 陈子风在西北联手之下 本来就处于下风 此时几方又只剩余他自己一个人 再坚持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无奈之下 折得迅速后退 结束了这场对抗之战 比赛结束 这完全可以说是一场完胜 马晓桃一方没有一人被淘汰出去 戴跃横一方却是全军俯博 戴跃横并没有受伤 马晓桃击飞他的时候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他的眼神在阴沉之中 也有着一份惊议 看向霍玉浩和王东的目光中 多了几分疑惑和吃惊 这一场输在哪里 单纯比拼个人实力的话 戴跃横 自认几方还是占优的呀 四名正选队员 可最终却输得如此之惨 问题不在对方的正选队员身上 马晓桃虽强 但他早有预判 可使王东 霍玉浩甚至是贝贝 何彩头的实力就超出了他的预料 可以说 在这场圣地之中 对方的四名预备队员都发挥出了不小的作用 可几方却并非如此 三名预备队员几乎毫无作用就被清场了 而且林若晨也没有发挥出什么战斗力 玄老带着那些被他救出场地的学员从听而讲 脸上流露着一丝微笑 道 哈哈哈哈 赶快的 数的人接受惩罚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我是猪 戴跃横毫不犹豫地喊了一声 脸部肌肉随之牵动了一下 显而易见 他心中确实是不服气啊 姚浩轩和陈子峰也是无奈地喊出了口号 林若晨在喊这句的时候 目光却始终落在霍玉豪身上 萧萧倒是很自如 学长们都喊了 我喊也不算丢人吧 姜楠楠的声音就有些小了 细声细气地喊了一句 我是猪 徐三石却一脸谄媚地笑道 真不愧是我喜欢的姑娘 连说自己是猪都这么有味道 姜楠楠性眼圆真怒迟道 你管 王东站在霍玉豪身边 闲息笑出声来 赶忙闭过头去 霍玉豪也是脸部肌肉紧绷 强忍着笑意 这徐大哥对江学姐是一往情深 可人家却偏偏不踩她 倒也真是奇葩的一对了啊 宣老道 好了 给你们一个时辰的休息时间 一个时辰后 重新对抗 省得有些人不服气 一听还有对抗 内院七弟子反应都很快 立刻原地坐下 开始恢复魂力 刚才的交手 每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消耗 抓紧时间回复 不只是能够恢复自身修为 同时也尽可能地静下心来 去回忆先前的得失 霍玉豪等人 天壮也赶忙坐下开始恢复 他和王东的消耗最大 而且他们的黄金之路已经用过了 待会儿如果重新对抗的话 就不能再使用 伴随着多次在战斗中使用出 这璀璨中的凋零黄金之路 霍玉豪和王东也渐渐摸清了 这个技能的作用 黄金之路本身有着不小的杀伤力 但对于修为远超他们的对手时 其限制作用就更加明显了 可以说是一个极进攻 与控制围体的强大五魂融合剂 有着霍玉豪的精神探测进行预判 黄金之路的弊兵就被削弱了很多 绝对是现阶段 他们能够使用的最强技能 不能使用这个技能 他们的战斗力就会明显下降很多 但也绝非毫无作用 霍玉豪的精神探测 就是最好的辅助能力 而且他们也都有千年魂迹 而且霍玉豪的属性 还能够压制凌若晨 至少可以抵消对方一名魂王级强者的实力 在战斗中的作用显而易见 刚才这一战 霍玉豪的感受也很深 和这些强大的学长们配合 令他有种如鱼得水般的感觉 他根本不需要帮助学长们指引什么 只要保持着精神探测 学长们就能通过他的探测 找到最好的出手切记 施展最恰当的技能 那完全是一种星云流水般的感觉 玄老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 也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个油泥泥的鸡腿 啃了起来 但他那隐藏在乱发之后的眼眸中 却流露着思索的神色 不知道在想着些什么 一个时辰很快就过去了 众人重新起身 摆开架势 玄老也站了起来 灌了口酒 黑黑笑道 呵呵呵 别急 小家伙们 从业的战斗有什么意思 这样吧 火月号王东 你们两个和姚浩轩 江南南对欢笑 听着玄老的话 双方都是一阵恶然 反应最大的是戴月恒和陈子峰 两人不约而同的皱起了眉头 而一脸清冷的凌若晨 反而是若有所思的模样 江南南巴不得赶快和徐三十分开 立刻快步走向对面 姚浩轩则着一脸的喜色 向玄老问道 玄老 这次输了 是不是还要喊那三个字啊 玄老立刻点了点头 道 那是当然 老夫一想公平 陈子峰忍不住道 玄老 这恐怕并不公平吧 我们刚刚输掉了比赛 您还给我们换两个更弱的 这 萧萧顿时有些不愤得道 学长 宇浩和王东怎么就更弱了 刚才就是他们起的关键作用啊 陈子峰道 如果他们还能再次使用刚才的无魂融合剂 我就收回刚才的话 萧萧一愣 对啊 以惠宇浩和王东现在的实力 根本没可能再次使用黄金之路 那么他们的作用自然又被削弱许多 玄老淡淡的道 闭嘴 我现在下的是命令 不是征求你们的意见 有本事 再对抗中用 先保证自己 不要做猪样的队友再说吧 双方换人 立刻 玄老的语气一沉下来 立刻就一股强势威压随之出现 学员们顿时不敢再说 双方换人 别看陈子峰不乐意 马小桃还不愿意换呢 霍宇浩的精神探测共享 效用极好 少了他 几方的配合还能保持刚才那么默契吗 霍宇浩和王东来到另一边 姚浩轩则和江南南 接替了他们之前的位置 这么一换 很明显是马小桃这边的整体实力 占据上风了 四位正牌队员不说 三名替补也都是四皇魂宗级别 反观戴月恒这边 他 陈子峰和林若晨三人是中间力量 可其他四人只有徐三十的正面战力较强 剩余三个 就是霍宇浩、王东和肖肖这三人组了 唯一的利好就是有霍宇浩在这边 林若晨的能力应该不会被制约 但也仅此而已 玄老是一双方拉开距离 但这次却没有再给他们彼此熟悉的时间 当双方拉到到一百五十米时 他立刻下达了对抗开始的命令 这一次 双方的距离比较近 玄老一身开始之下 两边的控制系魂师已经各自开始释放出技能了 戴月恒和陈子峰 徐三十三人在前 林若晨在中 后面是王东、霍宇浩和肖肖 林若晨一边向前冲去 一边回头看了一眼霍宇浩 有些冰冷的眼神中带着几封好奇和警惕 霍宇浩降到怂怂肩膀 同时身上那两个骗死人不成命的白色魂环 又一次亮了起来 依旧是第一魂环闪亮 精神探测共享 前面的几人同时身体一阵 如果不是他们都有着极好的战斗经验 恐怕就忍不住回头去看看霍宇浩了 戴月恒和陈子峰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先前马晓涛的凤凰流星雨是如此准确了 他们万万没想到 这作用居然是出在了霍宇浩身上 他的魂环不都是白色十年级别的吗 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强大的精神属性魂迹 而且先前他展现出来的应该是冰湖魂吧 这精神魂迹又怎么回事 双方只有一百多米的距离 无论戴月恒陈子峰和陈若晨心中如何疑惑 也要先与对手战斗 陈若晨也同样是控制这些战魂师 先前的寒流再次升空而起 此时 对面的马晓涛凤凰双翼已经再次展开 在龚阳墨的辅助下 滔天烈焰再现 整个考核区内的温度都在迅速上升着 就在这时候 陈若晨感觉到一双温热的手掌 突然踢到了自己背上 他不禁净净净打了个寒颤 险些中断了自己的魂迹 陈若晨性格清冷 而且有洁癖 除了亲人之外 他从未让其他男人碰到过自己的身体 此时 在他身后的三人之中 正对着他的正式获运好 无疑 这双手也是属于霍运好的 他顿时大怒 就忍不住回身斥责 但是 也就在下一瞬 他突然觉得自己变了 也固难以形容的极寒之气 瞬间从背后涌入体内 他的能力本来就是兵 而这外来的力量 并不是攻击 而是同化 他只觉得自己的兵 完全变成了另一种层次的存在 那种极寒的感觉 令他整个人的气质 都随时发生了改变似的 林若晨 作为史戴克学院内院学院 不但实力强横 在浑石知识方面也是极为丰富的 他立刻就意识到了一种可能 也直到此时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先前自己会败的 那么不明不白了 极致 竟然是极致之兵 那个小小少年 竟然拥有着极致之兵 这种不可思细的武魂啊 双方的距离 已经越来越近了 通过霍宇浩的精神探测 林若晨在瞬间冷静下来后 立刻感觉到 他背后的确是霍宇浩 只是他的两个魂环竟然变成了一个 而霍宇浩身后则是王东 王东也是双手紧贴在霍宇浩背上 兵元素变成了极致之兵元素 这种感觉对于林若晨来说 是神奇 也是美妙的 虽然这并不能将他变成一位极致之兵魂师 但是在短时间内 霍宇浩相当于是帮他提升了属性 让他能够暂时施展出极致之兵的威能了 而且是魂王级别的极致之兵 林若晨第一魂环 所混化的兵之法杖高举过头 这次却没有再释放第二魂环兵甲 而是朝着空中一指 刹那间 一层冰蓝色的光运 从他身上扩散开来 将他整个人都渲染成了冰蓝色 紧接着一道冰蓝色光柱 骤然冲天而起 原本空气中的燥热顿时被一扫而空 不仅如此 冰冷的气流在升入空中十米之后迅速扩散 如同潮水一般像马小桃的凤凰火焰压去 戴月恒心志在坚定 此时也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他刚好看到一层冰蓝色以惊人的速度 越过自己和陈子风 迅速与马小桃那滔剑的凤凰火焰 击出在一起 那种极致的含义 哪怕是作为友军 戴月恒和陈子风都不禁打了个寒战 彼此对视一眼 都流露出了震惊之色 他们都处于霍玉豪的精神探测共享之中 自然感觉到此时霍玉豪和王东正联手在林洛臣身后 而林洛臣所展现出的冰之气息已经完全超越了以往 那庞大的威压 以戴月恒的魂帝修围都围着吃惊啊 金红色的火焰 冰蓝色的寒流 双方瞬间碰撞在一起 马小桃这边的队员们吃惊的发现 他们的判断错了 战居上风的并不是魂帝级别的马小桃 而是魂王级别的林洛臣 寒流与火焰才一接触 那么炽热的凤凰火焰 却像是瞬间遭遇了瓢泼大雨一般 火光骤然收敛 而寒流却是大赤 振振寒意刺激的马小桃这边 每个人都有些迟缓的感觉 姚好轩已经就变成了四眉高的超级壮汉 用力地垂击着自己的胸膛 第一魂计 战意 但是 那渲染了每个人的黄色 却并不能阻止寒冷的侵袭 反而连他自己都有些变得迟滞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 潇潇的酒缝来一消响起 令人动作迟缓的声浪 在他的准确控制下 越过队友 完全作用在马小桃七人身上 马小桃这边的综合势力是强 但他们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真正的控制系战魂师 而对面 却有着三名之多 在林洛晨与萧萧的联手控制之下 他们七人的速度 明显被减弱了 明显被减弱了